大家看看香港的寵物店是怎樣 Hello 帶朋友來看看你的寵物美容店 隨便參觀 每次來春 除了你之外還有很多狗狗歡迎我們 你那時在芷品廠做經理 但突然之間你又開了寵物美容店 原來是我的大女兒開始 放假的時候就去做一個兼職的寵物店 之後她很喜歡 然後就告訴我她想去學 學完之後她說想去創業 然後叫一個人去創業 媽媽一定要支持一下 那我就男友跟著她一起去學 學完之後開了我們的第一間寵物店 有一間就在北角這裡 另一間就在小西灣 小西灣是我們首一間的開業 都做了差不多有18年 大女兒一直都在裡面幫忙看店 她一直都打你了 通常開寵物店究竟是做些什麼 開寵物店其實很多東西做 做美容三寶 當然是剪指甲 剪腳底毛 剪屁股毛 剪肚毛 蚊耳毛 洗耳朵 然後再去洗澡 其實都很花時間很花心思的 要看看那隻狗屬於什麼皮膚 用什麼洗毛水 不是隨便隨便用一隻 我們都很講究 就等於人那樣 原來是洗澡 要很有步驟 要有看它的皮膚屬於乾性 敏感性 就幫我們洗澡美容 扮靚 做SPA 這人還不享受 沒錯 現在狗仔很喜歡做SPA 還有按摩 其實很廣泛 但是有一個最基本一定要有的 細心 愛心和愛性 這三樣東西一定會有的 美容師才會合格 開一個寵物店 通常是街坊 街坊的 他們是早上放下 在這裡洗澡 美容 我們完成了 打電話給牠 牠就快來接 或者等牠收工 快來接 今天是平日 大一次上來 你會接待多少隻狗 最高峰的時候 是一天一二十多隻 那幫那個狗仔洗澡一次 大概洗費多少 三百元左右 小狗 大狗當然再貴一點 但是要很有耐性去做 一隻狗大概這樣美容 小狗兩個小時 大狗大概三個小時 假日會多些美容師 我們就有兩至三個美容師 大部分有你兩個女兒 加一個月蟲 你自己會不會 我會 我也有考牌 這隻狗夠大 但是膽很小 小膽 這隻多大 這隻是碎嶺 它是什麼品種的狗 哪屆牧羊 最活潑的一隻狗 我覺得養這隻狗 之前養狗的人才好 養這隻狗 超級活潑 一定要出街運動 不運動在家裡很破壞 算不算成年 算的了 過了一歲就叫成年 好害怕 你害怕什麼 你害怕什麼 是不是 都不是第一次來的了 為什麼 很多狗來到這裡 都會有一點震震的 因為他們 不是熟悉的環境 他們最主要怕主人偉 不是 狗在想的東西跟我們 我們想的不同 是不是 吹完了就跳舞 扮嶺嶺 她平時也有很多口水 要聽著那方面 要好盡 三個小時 洗澡美容三個小時 不算 太久了